新生代功夫硬汉无精自导自演的战争动作大片《战狼》正在南京六拍当中 8月8日该片也是开放了媒体探班 20多部坦克装甲车起起亮相 场面绝对的震撼 练日炎炎虽然这里一山傍水 不过这个坦克训练中心没有任何的遮挡 设置组全体都暴露在阳光下 所有人几乎都被晒成了非洲人 无精自然也不例外 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 无精也是大叹苦水 表示现在连群众演员都招不到了 据悉为了能够拍出一部与众不同 格局辉煌的现代军事动作大片 作为导演的吴京堪称煞费苦心 仅仅筹备期就历时三年 在现场吴京更是剧组的大盟人 不仅亲自上阵指挥坦克车 还要实时关注监视器 一向硬朗的他也直呼吃不消 累 两个多月了 每天睡眠不会到六个小时 因为说实话 咱们这部电影 我可以说是 就这么多年来讲 中国第一部 没人拍过这样的电影 而且咱们的工作人员很辛苦 但是有的时候 他们对于军事不是很了解 他们再专业的演员导演 他们也不是军人 所以只能是中间我来进行这个过渡 但是我还是说那句话 透明快乐着 你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你再努力着 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自然吴京享受着拍戏的乐趣 不过却苦了女友谢南 此前吴京眼角受伤 就让女友无比心痛 立马飞过来探班 而说起谢南 吴京表现得十分甜蜜 表示女友的照顾 让他心里很踏实 他也在工作 他在海南 那边也热 他也很辛苦 很想念的 但不敢让他来 不敢让他来 基本上来的时候 他要来的话 基本上他是 我工作比较轻松的时候 也很怕 谢南过来探班的时候 就是说 我要分开心去照顾他 怕他吃不好 睡不好 但是他 真的也很让我感动 就是一直在照顾我 让我心里很踏实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